聽起來不管是反核還是永核 都同意蘭嶼的核廢料 應該盡速的簽出 那這部分我要請教一下 中越永核跟反核團體 有這樣一個共同的價值 有沒有合作的空間呢 我覺得第一個 剛剛是秀醫師提到 這個國際上唯一可以處理的 的廢料是核廢料 可是國際上到現在 還沒有完成任何一個 高階核廢料處置場的完工 然後把核廢料放進去 其實全世界沒有人 就是全世界沒有人做到 是技術上還是政治上 都是 都是 全世界就是沒有做到這件事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秀剛剛說 漢人的人口比較多 所以如果這個東西訴諸公投了 請問一下 譬如說我們把核廢料 現在說是要放回北海岸 既然目標一樣的話 為什麼不能合作呢 對啊 為什麼不能合作呢 對 所以我們其實長期以來 在推動這個核廢的處置的方案當中 其實強調叫做地方的溝通 怎麼樣跟北海岸的人溝通 怎麼樣跟蘭嶼的人溝通 怎麼樣跟恆春這邊的人溝通 因為坦白說如果透過公投這種形式 多數勝過於少數的這種形式 來執行的時候 一定會有非常多人不滿意 這次公投結束之後 也有很多人不滿意 這是一個現況 如果是強次再一次的壓迫 要來放到什麼樣的地方去的時候 用這種方式 而不是用地方溝通的形式 去理解到我們要如何面對 核廢料這個方法 坦白說都會是再一次的暴力 所以我們非常強調是 核廢料本來就不會放在蘭嶼 他本來就應該簽出 我們過去多年在做地方的溝通 包含跟北海岸 讓北海岸跟蘭嶼 當地的反核人士 有更多的會面跟溝通 這個是我們認為要做的事情 可是這幾十年的政治僵局 沒有被打破啊 所以我們要持續努力的來做溝通 你們如果用公投這個結果的話 用公投這個結果的話 就會造成更多的對立 現在台灣社會還不夠對立嗎 我們看到同婚的公投 看到核能的公投 社會的對立氣氛 就是這麼樣濃厚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能再用公投 去解決這一個 很困難解決的問題 可是全國多數都可以同意簽出的時候 所以那就是用多數的暴力沒有錯 來實現蘭嶼人的輸入